深夜 专场老板回家途中落入罪恶魔掌 重拳出击 警方不惜代价 全程搜捕遗凶 旷日持久 警民联手构筑天罗地网 步步紧逼 疯狂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走投五路 无法掉头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神 judgment 神话不想局 神言 神言 李冰 李冰是一家专厂的老板 福建人 现年39岁 2010年从福建来湖北省咸宁市开专厂 2016年1月11日傍晚 他到市里傍晚时 李冰准备开车回专厂 然而就在这回家的途中 一场毫无征兆的罪恶正向他靠近 开车吧 回专厂那个路口吧 路口转弯过来的时候吧 回路口的话大概十几米 就看见 比如说两个人嘛 年轻的飞着另外一个人嘛 他躺在那个我车前面嘛 正中间 所以说我车就停住了 黑夜里两名男子正招手示意拦他的车 同时年轻男子焦急的大声告诉李冰 他舅舅突然发病了 能否帮帮忙送他们到医院去 年轻人就往我那个左侧这个门走过来 年龄大了那个就站在他那个路中间嘛 还戴着帽子吧 直到那个眼睛位置瞄一下 往上看不清楚 李冰见此情况立即摇吓左侧车窗 正准备询问究竟 突然 站在左侧车门外的年轻男子 快速拉开车门 男子用刀架在李冰的脖子上 命令李冰不要出声 赶紧立即下车 李冰被突然而治的恐怖所惊吓 一时间来不及反应 就被两名男子控制 随后 戴着帽子的中年男人驾驶李冰的轿车 另外一名年轻男子劫持李冰 和他一起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 李冰这才明白 自己遭遇绑架了 李冰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幻想着 两名歹徒搜到前后会就此罢休 这时 在后排看压他的年轻男子说 你就是李老板吧 我们守你几天了 前两天晚上 我们俩躲在砖窑里 差点还被你发现了呢 李冰这才想起 三天前的夜晚 自己砖场里的看门口 突然叫个不停 原来是这两名不速之客 早在自己砖场里踩过点 想到此 李冰不寒而栗 原来等于说他有计划了 所以说在有计划的时候 我心里还要更担心了 那就对他对象认定了 知道我是谁 他还在车上说 他说你是不是福建 看来对方把自己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他们是谁 他们劫持自己的真正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是不认识这两个人 我说你需要什么帮忙 我给你提供 你需要买东西 或者给钱你 我身上只有一千多块钱 他说不需要 钱他也说也不需要目前 他只是说到了地换的时候 就换我 原来他们并不是仅仅图点钱财这么简单 李冰顿时懵了 会想自己在当地开转厂四五年 生意并不是很红火 而且与别人 一没有经济纠纷 二没有仇价 自己怎么会遭到绑架呢 他们是不是弄错对象了 想到这一点 李冰故作轻松地 和同他坐在后排的年轻男子聊天 套近乎 黑暗将恐惧无限延长 李冰内心承受着 由暴力所带来的巨大伤态 期间李冰有点忐忑不安 慢慢的 他的思维从惊恐和混乱中清醒 如果不抓紧时间 想办法逃脱和自救的话 今晚自己肯定凶毒极少 那我心里就想 那有可能这个不是劫财 不是劫财的话 我心里也想 如果到了 给他送到目的地的话 那也可能他会杀人灭口 因为怕暴力行踪 在车上手一直在考虑 所以说绝对要想办法逃脱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逝 在前面开车的中年男子 始终一句话都没讲 听见李冰一直叙叙叨叨 这是年纪大的男子 有点不耐烦 他命令李冰闭嘴 同时让年轻男子 将李冰的眼镜蒙上 他要求我头要躺在他腿上 不要看外面窗户 帽子一戴上 我心里就有点担心了 就是我这下 等于说肯定遇到麻烦 我心里想放张是没用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肯定要领紧 那个比如说要沉着 黑暗中 李冰的神经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 李冰一边寻找对策 一边安抚他俩的情绪 可他们似乎不怎么买账 最后还把李冰绑了起来 我跟他那个年轻的 我跟他聊天聊天 他也换了松警惕 我想跑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说你要小病 然而车始终没有停下 两名歹徒拒绝了李冰提出要下车方便的要求 而是让李冰直接在车内方便 见此情景 李冰只好作罢 处于求生的本能 李冰再次寻找自救的机会 一刻也没有放弃逃生的念头 正好什么呢 油不多了 自己还可以开个一百公里 可是我那个油表看得不明显 其实还可以跑很油 只有在加油站这个地方 让我那个时候去反抗 有可能有作用 所以说我其他都不想 只有等这个机会 想到此 李冰洋装很着急的样子 乘自己的车油不够了 要赶紧加油 否则抛锚在路上 会很麻烦 开车的老大 检测的油表果真报警 也急着赶紧找地方加油 感觉到嫌疑人已中计 李冰紧绑的神经 稍有了些许放松 此刻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 乃徒停车找了一架加油站 但加油站早已关门 第一个加油站的时候 那肯定就想了 这个是不是机会到了 我心里又想 去那边加油拿过来 那就麻烦 还好他没有加油 第一个加油站是这样的 车显然放慢速度往前行驶 李冰却暗暗着急 依眼前情况 他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歹徒也分不清东南西北 此时 歹徒开车已经来到了重阳境内 他们在106国道旁 终于看到了一家加油站 终于看到了一家加油站 重阳路口镇加油站 回家路上遭遇非来恨祸 是劫财还是劫热 毫无防备 凶手从何对自己情况 了如指掌 灵机一动 路边加油站 能否帮他一臂之力 突发危情 他如何实施自救 脱离险境 无法掉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黄晴是重阳路口站加油站的 一名加油员 2016年1月11日晚上10点 他像往常一样关上邮机 锁好门准备下班 见同事已经休息 小黄还是将当天的销售报表 查看了一遍 确认无误 这才关灯回屋准备睡觉 1月11号晚上 11点5世纪吧 这样子 就有人在这里敲门 他说来加油 因为我们加油站 不是24小时的加油站 我们马上时间就关门了 敲门声越来越急促 已经睡下的小黄 听见门外一名男子苦苦安静 说他的车子实在是没能 没办法 小黄只得起来给他加油 看到那个人就把头窜进来了 窜进来了就看到他戴着个面罩 把这里全部遮住了 最初看到你只看到你眼睛 因为晚上没碰到过那样的时候 我就当时帮我吓了一跳 他叫我去跟他加油 后来我就出去了 我说帮他加油 他说你不要怕 他说我是来加油的 在车里的李斌隐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动静 难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暗暗挣脱出捆绑双手的绳索 用手将头套往上提了一下 发现中年男子已经下车去加油了 我看有灯光有个女的声音嘛 所以我知道有人了 我一下子手牵开一下子帽子拉起来 我一起来 他我被人压在他身上了嘛 我两只手等于说按他两只手嘛 吃刀歹徒没有想到 被绑的李斌能够实施自救 李斌将青年男子手中的匕首夺了过来 两人在车里撕打起来 剧烈的声响让在车外加油的小黄发现 这辆车有点不对劲 我就跟他加油的时候 我听到车里面有打动声音 我就问他 我说你车里干嘛 他说车里有个人 他那边坐着我的车子不给钱 小黄见戴帽男子这样说了一句 心存疑虑 但是深夜加油站四周无车无人 小黄不敢再多问 就继续给他加油 这时车里再次传出剧烈的打动声 小黄开始害怕了 后来他就 我听到车里面有人叫 他说打劫啊 当时我下了一斤 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我就马上把枪了 我就收起来了 我说我把枪挂了 我说我不加油了 此时在车里 年轻歹徒见李斌正托绳索 就大声喊车外加油的老大赶紧过来帮忙 车外加油的歹徒闻讯后打开车门 四目相对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半 李斌一边用刀与歹徒一死相拼 一边大声呼喊救命 见此状况 加油站小黄躲在店里 吓得魂飞魄散 眼见罪行败露 中年代 五镇流血不止的脸部 以免赶紧开车往公路上逃窜 过了几分钟 感觉门外车子已经开走 加油站小黄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而此时 在车里的李斌挣脱嫌疑人后 最终他勇敢地跳下车 肯定要跳车 一时都拉那个门口吧 屁股先落地吧 就这样逃出来了 这时 后面正好有一辆大货车开过来 李斌忍痛挥舞双手 示意对方停车 救命了救命了 前面轿车内的歹徒 见后面来了大货车 赶紧丢弃李斌 加速逃跑 逃脱魔掌的李斌 惊魂未定 他将从绑匪手中夺过来的两把刀 扔进路边的草丛 发现公路旁有一处屋子亮着灯 温身视线的他 敲响了这家的大门 我跑到那个餐馆从外面看进去 看见年底一个小大大有五六十岁左右 跟他说我被抢劫了 叫他帮忙一下 2016年1月12日凌晨 李斌在重阳县路口镇106国道旁 一家餐馆老板的帮助下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赶赴现场的是重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龙智超 沿途他再次接到另一级警情 两级警情发生的地方相隔不远 都在路口镇106国道旁 这让他马上意识到 现场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此时受害人李斌 已经被送往重阳县人民医院救治 警方立即对案发地点目击群众进行走访调查 争取最大程度的还原案情 参观老板说这个是一个外地人 这个人在他当地好像没见过 身上到处是血迹 很惊讶很惊慌很狼狈 所以我们当地这个可能是 案件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经过现场查看 民警在参观路边的草丛中 捡到一把菜刀一把水火刀 然而嫌疑人及车辆不知所踪 结合当晚与案发地 近个一百多米距离的 重阳县路口镇加油站发生的警情 路口镇派出所雄所长 立即前往调查 希望能够找到嫌疑人的线索 那么当晚受害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刑警大队大队长黄和 立即赶往重阳县人民医院 见到了受害人李斌 当时医生真的跟他包扎 医生给我们回复说 这个人的双手 应该是被那个力气刺伤了 而且的右手伤气比较重 两只手多受伤了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走访得知 受伤的男子姓李福建人 是咸宁市马乔镇一个专厂的老板 当天晚上他开车去市里办事 在回专厂的路上被两名陌生男子拦路劫持 一路上受害人谎称车没有油了 行驶到重阳路口加油站加油时 这才得以逃生自救 当时一个年纪比较大 一个年纪比较小 一个二十多岁 一个四十多岁 由于案发时 受害人李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一时很难向警方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确切信息 受害人说 他们透露的信息真的少 也不是说 透露我说 我首先绑你 我是要权 我是要你命 非常我是行徒 这个都没有透露的 他很少说话 他们两个人 他只说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就知道 你就安全了 所以在车上 你必须批抗我们 李斌告诉民警 当时年轻的绑匪 在用绳索捆绑他的手势 他感觉年轻人的手有些颤抖 好像经验不是很熟 这也给他后来逃生自救 提供了机会 嫌疑人跟受害人 这个应该是互相之间 至少应该认识 或者要谈到 是为工资问题 为财务问题 至少应该有这方面的交流 但是他们的交流过程 没有反映出这个问题 这两名男子究竟是谁 民警希望从受害人李斌口中获之一二 但是李斌很肯定地告诉民警 他不认识这两名绑匪 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何遭遇不测 侦察工作再次陷入被动 为了尽快破案 专案组同时将侦察方向 转向当晚第二期警情的事发地 冲阳县路口镇加油站 走访证实 当晚就是在加油站 受害人和绑匪发生了激烈打斗 李斌还用刀砍伤了其中一名绑匪 警方分析 嫌疑人当晚潜伏在李斌回专场的毕竟之路 而且知晓专场地处偏僻 人烟稀少 显然他们对受害人李斌了如指掌 侦察员确信 这两名歹徒是有预谋的绑架 尽管受害人李斌成功自救 逃脱险情 但是侦察员紧绷的神经 唯有丝毫放松 结合两名嫌疑人 开车沿106国道 向重阳县城方向逃窜 重阳警方连夜以案发地为中心 两公里范围内 布下敏感暗哨 事发地段各出入路口及山林周边 全部进行了封锁 回家路上遭遇非来横祸 是劫财还是劫怨 意外出现 歹徒为何半路汽车 黑夜消失无形 东躲西藏 嫌疑人也无法悄然隐身 满天过海 广袤山林 警方包围圈不留死角 令凶犯无处藏身 无法掉头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1月12日 阴晨1点10分 重阳警方以案为令 连夜调集 交警 刑警 寻特警 在重点路段设抢排场 对嫌疑人实施围追堵截 整个往修水那个路跑 还是往通山的路口 往咸安过温泉的路口 来现成的那个 往中层的那个方向 我们都12号 都是防备的 如果真的在这个时间里 是很难逃脱从阳的 同时 警方调取106国道 几个主要路口的监控录像 着重对涉案车辆 及可疑人员进行排查 就在这时 106国道再次传来请勤 接到110的电话 他说在那个 路好往白衣的方向 有一个群众打电话 开了一辆车子 那辆车子 没有熄火 大灯都是亮着的 这个车门 全部都打开了 而且是一辆 福建牌号的车子 通过核实 这辆丢弃在 106国道公路旁的轿车 正是当晚 截至受害人 李斌的作案车辆 嫌疑人 绑架了这个李斌以后 就把车子扔在路边 李斌报警了 报警以后 他肯定知道 前面要堵 后面要追 他感觉自己 无路可逃了 应该是 到车子里面 仔细看一下 车子方向盘上 车的座位上 到了数学 大灯亮着 没有人的 红在路中间 那么说明 这个嫌疑人 绑匪肯定已经逃跑了 往什么地方去 这个不清楚 行政技术人员 在车后面的座位上 踢取了嫌疑人的血迹 和一根一龙绳 结合车里有大量血迹 侦察员分析 绑匪受伤应该很严重 嫌疑人 还有可能就地躲藏 如果是在 延106国道跑 对我们应该说 工作要好做一些 但是往山里面去的话 翻过这个山之后 就可以到江西 就可以到湖南 第一个是在延西上 第二个的话 山高领密 我们要去发现 要去追捕 对我们来讲 是最困难的 侦察员决定 以绑匪 抛车现场为中心 结合路口 白泥 两个乡镇 为重点地区 在医院 诊所 卫生院 查询 又伤情 外地口音的 男性可疑人员 分了几个组 一组在路口 一组在白泥 一组在县城 整个排查 排查一天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所有的医院 我们也继续清查 也没有人治疗的 所有的好好 找到所有 经过那个地方的车辆 也没有发现 这两个绑匪 多少的情况 那么说明这个绑匪 还没有逃出 传言县城 那么是不是 藏医在附近呢 结合绑匪 在106国道公路旁 汽车而逃 专案组分析 此时天气寒冷 加上嫌疑人 对此地环境不熟悉 绑匪身带伤情 他们急需要的是 食物和水源 警方坚信 两名嫌疑人 极有可能藏匿在 106国道公路附近 采石厂周边的村庄 及山林中 发动了白玉镇 这就是路口镇 港口厢 他的沿途的 可能经过的地方 一个发泄的通胞 第二个的走资 成干部群众 散散进去堵截 收场 不访问任何一个死角 2016年1月12日 中午 警方对采石厂周边 村庄 道路的监控 排查力度 没有任何发现 这一天 两名嫌疑人 是靠什么回声呢 为什么他们没有任何动静 此刻他们究竟躲在 哪一个角落呢 彩石厂的环境很复杂 第一个 车流量很大 第二个 就是外来的功能 比较多 第三个 那个村庄也比较大 骰户比较多 嫌疑的房子就多 第四个 它那个 也这个后面山上 还有那个 老百姓 那个扫教 也和常人 庄安组担心 两个亡命之徒 身上带有凶器 此刻 嫌疑人躲藏在 彩石厂周边的村庄 山林中 随时可能还会实施 新的犯罪行动 案情分析会上 重阳县公安局局长 郭振华决定 动用所有警力 发动 财石厂周边村庄群众 不惜一切代价 将嫌疑人 唯独再次地狱 并争取 以最快的速度 将其抓获 就在此时 侦察员受到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13号的早晨 8点钟 彩石厂里面 有一个小卖部 这个小卖部的老板 是个女老板 他说昨天晚上 有一个合约的情况 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冯雪 是冲阳县白宁镇 石山村的一位村民 它的小卖部 就开在村子中的彩石厂里 小卖部规模不大 但是食物品种 一应俱全 由于财石厂地处偏僻 为了给财石厂货车司机 和村民提供便利 冯雪的生意异常红火 2016年1月12日傍晚 冯雪正准备盘点打样 这时 一名陌生年轻男子 走进了他的小卖部 他说 有一个朝外地好运的 身上的衣服很脏 这个手受伤了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绑子 反正流血 他拿了50块钱 到他小卖部里去 买了矿泉水 零食 他说那个钱上都还血 菜市场的小卖部老板 提供的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老板说 12号晚上 一个30来岁 1米7个头的年轻男子 走进小卖部 当时 他要一箱矿泉水 老板看着这名 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男子 告诉他 店里没有那么多矿泉水 结果他就买了6瓶 其他的钱 全部买了零食 面包和饼干 钱拿出来 这个钱上还血迹 但是太高 其实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人往哪个方向走了 他说往哪个方向走了 就是往这个采石场 出好方向走了 我们认定 买东西的这个年轻人 应该是我们 要追捕的嫌疑对象 专案组结合12日晚 嫌疑人突然出现在 采石场小卖部的情况 立即对采石场周边 山林村庄地形状况 进行了仔细分析 同时发动石山村村干部 及周围的群众 调了警犬 集中对这片区域 展开地毯式的搜查 搜捕行动开始不久 在距离采石场小卖部 大概有两三百米远的 一个村庄里 一位村民便发现了情况 是怎样的怨恨 让一个中年男人彻底疯狂 是怎样的冲动 两人最终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满盘皆输 嫌疑人最终将自己送上一条不归路 命案必破 责任和使命交织 斗意和正义汇聚 无法掉头 天坊弯幕正在播出 白逆镇石山村的村民小李 是采石场里的一名司机 2016年1月13日 他刚好没有出车 在家休息 一大早 小李就忙着擦洗自己刚买的货车 突然他发现 他家对面 他三叔的屋子里好像有动静 奇怪 住在市里的三叔 他的房子一直锁着的 怎么这屋里会有人呢 警觉的小李回屋 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通过群众反应 就是他们村的有一户人家里面 那个房子是做好的 没有人住 那个房子里面好像 好像这两天有动静 有人说话的声音 得到这个信息以后 我们就全部赶过来了 接着把这个警犬都调过来了 1月13号中午1点 在警犬的真影下 抓捕小组将空闲房屋 山头全部进行了布控 确认目标之后 侦察员以训练不及言而之事 将两名狼狈不堪的嫌疑人 抓获 整个逃步的血缓结痂了 他已经基本上是不能动了 他说你炸了碗来不 说不定我们死在这儿了 他已经很难逃出了 因为受伤被人严重 又把他冲了 宣讯中 52岁的湖北治笔人聂鹏 和19岁的海南昌江人柳明 分别对自己绑架 咸宁市某专场老板 李冰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那么 这一老一少 和受害人李冰 有何恩怨 他们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去绑架他呢 柳明就讲 他说2015年的时候 他在海南还好打工 认识了这个涅鹏 他是湖北人 治笔人 平时他们关系都很好 后来打了大概半年的工的话 这个涅鹏认为这个海南的这个地方 工资比较低 他就不干了 2015年8月 从海南回到湖北老家的涅鹏 打电话给柳明 说在湖北打工工钱多 让柳明赶紧到湖北来找工作 中秋之后 柳明来到湖北 两人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 但是租房 抽烟 喝酒 两人每月挣的几千块钱 也所剩无期 2016年1月3日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 涅鹏邀请柳明一起 合伙干一笔大生意 高点钱 好过年 我问他说 哪个是林老板 他说他人有没有见过 他说他见过 他说他送了好几次 没给那林老板 说 他说那林老板 说黑过他的钱 他说想把他搞 这样 看到他拿神子出来 我就知道是绑着 犯罪嫌疑人涅鹏 心生歹念后 2016年1月3日晚 两人直奔李平的专场 开始踩点 他们打算 当李平出门的时候 把他绑走 结果偷偷蹲守了七八天 也没动静 1月9日的晚上 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李平专场的狗 再次让涅鹏绑架李平的计划 成为炮影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止 罪恶的黑手 直到1月11日晚 案发 然而另线一人涅鹏 没有预料到的是 一路受害人李平 积极寻找脱逃的机会 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不仅没有成功 自己还险些送了性命 审讯中令办案民警不可思议的是 像涅鹏这样已经不如中年的男人 原本是可以幸福安度晚年的 为什么他非要选择一条不归路呢 他说他以前是在赤壁 还车子 还货车 以前早几年的话 是送过煤 到这个专场来 他说他知道这个专场是 专场老板是福建人 他说这个老板黑了他 他现在没钱了 一心一意 要来绑这个李宾 绑他的墨地 就是要钱 2012年 涅鹏在老家湖北赤壁 做煤炭生意 但是由于经营不善 生意每况愈下 濒临破产 加上自己赌博欠债 妻离子散 涅鹏把自己的不顺 全都架在了李宾头上 正是他的这种态度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他对李宾的仇恨加深 于是他在湖南打工期间 就准备了水果刀和绳子 精心策划绑架比兵 涅鹏这个人呢 反正他做了 也无法掉头吧 同样的这边 事好也比较严格 不能逃出去 他肯定是自闷命吧 时隔半年 涅鹏在接受访问时 记者拍下了受害人 与他搏斗时 留在涅鹏脸上的 急出深深的刀痕 或许这些特殊的烙印 是他为此次罪行 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二十岁未满的嫌疑人柳明 原本是仗义起念兄弟之情 没想到由于自己的冲动 不懂法律知识 悲剧从那一刻起已经注定 也许只有远离罪恶的生涯 才能真正让自己 以及身边的人远离灾祸 警方提醒广大观众 在危情突然发生时 一定要保持冷静 同时要主动地采取 积极的自救措施 受害人在上车之后 在跟嫌疑人交谈的过程中间 就发现 对他的看守还是有所放松 然后他利用车辆 到加油站 加油了这个机会 那么加油站是有人指使我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迅速果断地逃跑 他在跟嫌疑人 在搏斗的过程中间 之所以能够把嫌疑人自伤 他也对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很好的评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一定要冷静 观察 判断 最后把握机会 这样才能够自己 受到了伤害最小 一期历经36小时 离奇的绑架响戒案 在重阳警方的执着 和不懈怒力下 终于真相大白 实际上这几案件 第一被绑架的对象 不是我们重阳的本地的 它的目的地也不是到重阳 它只能经过我们重阳 发生的那个老板 在加油站逃了一号 就这个案子就落地到重阳 作为一个警察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产产安全 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重阳这块土地上 有一个守护这片热土的 一支忠诚的行政队伍 他们在接到发案的指令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尽快地抓获悬疑 一心一意地就为这个案子 仅仅要是每一点线索不放 我们支持这支队伍 多年以来行判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战斗力 有一种相伤的军事 无论犯罪是出于何种动机 也无论犯罪的手段 多么周全高明 都无法颠覆这样的真理 社会永远在维系着 疏而不漏的天法 身份证号码452-123-1971-1101-1018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